多喝水能夠幫助代謝 由於身體健康 但有業者宣稱 這一瓶水喝下去有助於降低膽固醇 喝水等來就對身體好 但是能不能降膽固醇 我是不太曉得 可能要有科學的依據 民眾半信半疑 但業者表示 這來自海洋的礦泉水裡頭 有80多種礦物質 含豐富的鹽和微量元素 每天喝兩瓶連續六週 就能幫助降低血脂 鎂是參與人類身體裡面 大概1000多種的生化緩混也有緩因 也就是說酵素的合成需要鎂 當然也需要一些微量元素來補充 鎂能輔助鈣和鉀的吸收 也具有降低膽固醇的作用 但有人質疑 海洋生成水的礦物質和維生素 是不是能夠被人體吸收 有一些是在我們食物上吸收度 比較少能夠接觸到 那身體所需要的也非常微量 只是這些微量 你如果沒有 對健康就有影響的 拿出檢驗報告和實驗證明 海洋生成水能夠對人體帶來好處 更有助降低膽固醇 具有保健功效 通過衛福部健康食品許可 但能不能完全被人體吸收 還有營養師有不同看法 缺乏的時候的確會讓我們的膽固醇 會有上升的疑慮 可是如果沒有缺乏 即是再多補充鎂 並沒有下降 一瓶海洋生成水的價格 是一般礦泉水的四倍 但營養師表示 生活中的顴骨 堅果和綠色蔬菜 就含有大量的鎂 民眾只要平常多吃這類的食物 就能避免體內缺乏鎂 但固醇也不易上升 海洋生成水對身體的功效 見仁見智 但要提醒民眾 除了喝水均衡營養 才是保健的最終目標 藉陳正邦莊宇宣台北報導